曾经的基建恐慕美国要败落了 修补断裂的海湾大桥 没想到一个月后再次断裂 无奈求助中国以后 只能乖乖排队等着我们修 1989年旧金山发生6.9级大地震 东风19号桥墩断裂 一段15米的桥面坍塌 还砸死了一个倒霉袋 美国立马进行修复 一个月以后才送金通江 02年他们改造大桥西化 增加抗争效果 替换结构元件04年才完工 09年东桥再次翻修 三天就完工了 但是美联邦政府无人检查 一个月以后又塌了 一段刚横梁两根刚拉杆 突然折断 这美国公司拿钱不干事啊 豆腐渣工程都出来了 这是他第三次修补了 之前还有两名飞行员 一头撞在上面当场死亡 一次次的修补 让他变得脆弱不堪 于是他们决定投资72亿美元 重新建设海湾大桥 06年镇华总工 超越一个个制造强国 终于拿下了这个项目 它也是新海湾大桥的 唯一分包商 而且美国人放话说 只要能够修好这座大桥 那么全世界所有的钢结构桥梁 都不在话下 但这次挑战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美国为了测试我们的实力 还亲自派人到长兴岛参观 它是占地10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 是中国基建装备制造基地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 大漂亮找我们造桥 却不想成为了我们的踏板 为了给它们制造钢结构 也为了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基建正在崛起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朝这世界最好去造的 我们特地开辟出一个2万吨级的码头 可承担1600吨起重能力的厂房 加上大量自动化焊接设备 让美国团队看闪了眼 你可借着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机械设施 硬件无可挑剔 他们就要求软件的 焊接工人必须拿到美国焊接协会整书 这样才能上岗 估计他们也没想到 我就是焊个钢筋 咋还要学英语了呢 美国那边没有工厂 可以完成4.5万吨的钢结构制造 所有问题都需要我们自己克服 其中一个1.5万吨中的钢塔 技术难度非常高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决定先做个30吨的模型 但总在最后一步失败 中美双方团队都开始着急上火 额痕规定超时一天 把款30万美元 上过封顶 有钱也不是这么糟的呀 努力了8个月以后 终于知道了节省所在 成功避免了把款和钱款纠纷 10年高达160米的新海湾大桥 拼装完成 圈塔有57万个螺旋和螺孔 拼装精度达到2500比1 远远超过美国要求的1000比1 钢塔是造好了 但是运到美国却成了一个难题 当时能有这个能力的 只有荷兰的一家公司 我们求出上门时 对方是满天要价 拿钱不办事 不能保证交货时间 政法就决定 我们自己造 朝着世界最好去造 中国的技术 都是被逼出来的 一年之后 我们就拥有了一支 自己的阅速团队 让荷兰会不当初啊 小瞧我们的人 最终会被我们吞噬 上海振华总共一次发力 直接赶翻全场 振华就带着20层楼高的钢结构 向着美国奈阿密港进发 并且如期抵达 还给美国人 接收了4亿美元的运输费 钢结构搭桥到货以后 还是我们自己安装焊接 美国人之前没检查 自己都造出了豆河砂工程 更别说明不见精传的中国了 当时很多不明就里的美国人 还反对使用中国技术 当地政府也曾动摇过 要换掉我们 柬埔说有没有国家能接 就说巨额赔偿 他们给这也心痛 既然这样 美国人又想出了昏招 派人监督中国工人 有时候 一个中国人的后面 能占10个美国人 咱们是一门心思干自己的活 实力才能让人闭嘴 一三年 新海湾大桥正式建成 中国又一次 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是目前世界上 踏度最大的单踏自毛 抗震悬锁钢桥 美国旧金山市长 为了感谢大桥总指挥 李江华团队做出的贡献 把11年7月11号 认定为旧金山的李江华日 这次造小 虽然有着诸多难关 还有超高标准的要求 但也是有效地提高了 中国基建的知名度 为中国培养的一大批 杰出的汉洁工人 曾经默默无名的 中国港鸡市场 从此一战成名 韩国三星重工 德国港鸡 还有占据全球港鸡 70%市场的美国港鸡 一步步退出市场 中国港鸡 奥利天下 中国制造业 首次进决 世界大型钢结构市场 并且完美成功 世界大型资源 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